第3種手沖方法 今天來為大家介紹第3種手沖方法 第3種手沖方法 只要器具齊備 很容易簡單上手 而且可以沖泡出 符合金杯標準的 美味咖啡 我們先來介紹器具 手沖壺 還有溫度計 電子襯 這個電子襯是我們推薦 可以同時測量 注水量 以及萃取出的咖啡液的重量的 電子襯 另外就是圓錐浸透的磨豆機 還有下壺 濾杯 還有這個橡膠墊方便下壺移開之後 承接剩下來的咖啡液 首先把橡膠墊放在電子襯上 上面 然後在橡膠墊上面放上下壺 最後再把濾杯 放上去 調整好 接下來就是濾折 按照平常手動方式 把濾紙折好 放折 那我們也可以使用 電子襯直接去量測豆子 今天我們使用 17克的豆子 那17克豆子需要注水量是多少呢 答案是309cc 這個是按照金杯理論中 以1公升55克咖啡粉的標準 去換算出來的 接下來就是磨豆 豆子磨好 將下面順時針旋開 再倒在浴室裡面就可以了 好 注意 綠杯要拿起來 將咖啡粉 面拍平 方便注水 在注水之前記得先將重量的部分歸零 輕輕按一下 就可以歸零 裝滿熱水之後蓋子蓋上 將溫度器藉由上蓋的小洞插入 去量測水溫 看現在的溫度實際上是在88度左右 正好符合今天我們的焙度 首先做歸零的動作 右邊 下面是注水量 上面是 萃取出的黑咖啡的重量 左邊是手沖時間 好 當我們要開始 手沖的時候 按左邊這個按鈕 開始 手沖 今天我們是用17克的豆子 所以一開始的手沖 建議注水量 先注好17克 接著讓它做悶蒸的動作 那悶蒸的時間 大概抓你咖啡豆重量的兩倍 所以 17克豆子 我們抓34秒鐘 算是悶蒸結束 然後進行第二次 手沖 同時我們要注意一下 手沖的時間 好 20克以下的豆子 建議手沖完成的時間 是在2分半之內 20到25克的豆子 建議完成手沖時間 是在3分鐘之內 如果你的咖啡豆 或者是咖啡粉 的量越大 你需要的手沖時間會越長 為什麼呢 因為就金杯理論來說 你要萃取出適當的濃度 以及萃取率 水流量也很重要 所以剛才講的時間的部分 其實主要就是在控制你的水流量 不要太快 也不應該太慢 太快的話 咖啡會容易只萃取出 酸以及甜的味道 太慢的話 非常可能會萃取出 其他不好的味道 包括苦跟色 好 所以各位看到其實這個手沖方法 是非常簡單的 我們只要在下面 這個 這個指數到309就停下來 好 時間是在2分20秒左右 那讓水滴完 就把濾杯拿起來 方便下壺拿出 這樣就可以了 好 我們可以來看一下 剛才講的橡膠墊的作用 其實就是 下壺取出之後 還有一些咖啡因會不斷的往下滴 這個橡膠墊有助於承接 還沒有滴完的咖啡液 方便後續的清洗 是不是很簡單呢 藉由器具的幫助 我們非常輕鬆就完成了萃取 同樣的比例 我們做過好幾次試驗 將咖啡渣收集完成之後 烘乾 趁得的烘乾咖啡粉重量 去計算出來的 萃取率以及濃度 都符合金杯標準 用這樣一個看似不那麼有技巧的手中方式 就可以萃取出美味的咖啡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 歡迎訂閱頻道 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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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吧